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成绩不是很好的 我高考的时候数学只考了30分 那个时候就 其实自己也不是特别在意学习成绩这件事情 但是什么事情让我改观 就是有一次就过年大家都不是会去吃饭嘛 然后跟亲戚见面 然后亲戚就会问自己家里人 就你家小孩怎么样 我妈就说我只希望我女儿开心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话其实我听进去了 我就觉得不可以指我一个人开心 我也想要让我家里人也开心一些 所以我就打开网页搜索英国哪个学校最好 然后我想那我就去这个好了 结果就就这样考上了 自己其实也蛮惊喜的 就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当初就是本着拿着一个学历回来去读书的 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社会的这个框架 我很想就完全的离开这个东西 但是发现没有办法 因为我也是身处其中 但是如果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去灵活运营的话 那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怎样去把自己放到这个框架里 然后跟这个框架友好相处 如果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 老师会有很多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可能大众怎么样 你的target audience会觉得怎么样 我不是很喜欢听那些话 因为如果我想要去做我的东西的话 我就做了 我也不想要听到他们太多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做棒这本杂志 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其实这本杂志就是一个记录我和我身边人状态的一本杂志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一直在坚持创作的话 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记录我们的各个就这样的状态 展示给大家看 我觉得青年文化 其实说到底 差不多的东西都是在追求自己所喜欢的 在寻找自己的想要的东西 你这小琴怎么做的 我有戒指 我有戒指 你有戒指 你有戒指 没有戒指 电人不在 我想玩琴 对 这样没戒指 可能我跟他出去玩 玩玩 路上看到一个挺好的东西被人丢了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捡回去 然后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创作里去 我自己比较随意 所以我把任何一件我会遇到的事情 都当做一个像是生活给你的礼物 会比较惊喜 然后你会好好地去观察它 理解它 体验它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可以称作是随机时间 如果用一个物品形容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棵树 就是一生二 二生三 就是一直一直在分支分支 往各个的角落 去探索各个不一样的东西 我当下的目标其实挺简单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 所以我准备过好我的每一天 至少给明天的自己一个交代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很重要 就是现在的城市把我们的人 跟大自然隔绝开来了 我小时候在芬兰的时候 然后我吃完晚饭在公路上散步 然后公路就突然切断了 前面就是一整片的森林 他们为了保护那片森林 这一块公路就准备不造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 就是这么自然的地方 就我想要看的是 就自然生长那种状态 就是大自然的产物那种感觉